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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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社交平台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朋友 把漂亮的咖啡設計照片 放上去按讚 其實提到咖啡的設計 我自己就覺得最基本的要求 是要營造一個可以令人 放鬆心情的環境 有設計師就直接把咖啡的元素 放進家居設計中 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潮流黑漫國放假的時候 不少人都會選擇到咖啡 品嘗咖啡、看下書 享受一些悠閒的時光 其實在17世紀 咖啡也就是咖啡館已經在歐洲出現 當時的咖啡館除了是 朋友相聚的地方 也是不少用小人討論的場所 來到今天 在那裡的牆子 就放在主人房裡 整間屋的設計風格 都想貫徹回一個 法式的country style 的方向 Haddy所講的法式鄉村風格 包括胡言的家具 好像是圓圓的吊燈 還有帶田園風格的油畫 還有帶田園風格的 柚化和花椰裝飾 而最能夠體現 法式鄉村風格的位置 就是這裡 用了法式咖啡館的設計概念 胡主很喜歡煮食 想把焦點放在廚房和飯廳 廚房門那裡 我們也做了一個 好像外國咖啡館的門和窗 想去營造整間屋的飯廳 連廚房的感覺 和氣氛都好像 去到法國咖啡館 為了營造廚房間的感覺 設計師Haddy 將原則偏偏偏偏偏的廚房門 變成了一道玻璃 成方形狀的門窗 設計師Haddy 設計是來自咖啡館 常見的門設計 把原先的廚房門拆了 也都把廚房門旁邊的牆身都拆了 做了一個推窗的設計 也都可以 家主是煮完食之後 可以通過推窗 好像錄第二餐出去 給外面飯廳用餐的家人 另外在門的旁邊 也都做了一個黑板的牆身 就可以把屋主她 一些喜歡的煮的食物 或者一些菜單 都寫在黑板牆上面 就好像做回一個咖啡的感覺 Haddy解釋 Haddy解釋 選擇用玻璃 是因為單位本身有格格的限制 做不到開放式廚房 但是屋主又想廚房 又像廚房有開陽的感覺 於是重新重新造門的時候 利用玻璃就可以引入更多的光線 至於其他的房門 雖然單位原則全部都是灰色 不過設計師都想選擇保留灰色的門面設計 他就這樣解釋 其實到很多法國的咖啡 他都是用一些比較灰色的 或者黑色的一些對比 去做回它的門面 或者一些廚窗去做的 打造完廚房 接著就是用餐廳的設計 而花線設計和深木色的家具 都是法式鄉村風格常見的元素 屬於都是比較古典的 因為你看到它在花線上面 都是比較多層次的 顏色方面 因為很多使用花線 都是用白色或者灰色 這個想配合一個比較 country style的風格 我就選了一個比較 比較特別的綠色去製造 場子也想有一點綠色 清新的感覺 所以就選了這個 例如這個暗紋 但是那個顏色 出來的時候 我又會配合花線的顏色 整體的角色 都想比較有和一點 餐桌偏深色 少許綠色的不同模 配合花線設計和綠色的牆紙 至於餐桌旁邊的鞋櫃 同樣做綠色 與餐桌旁邊的鞋櫃 與餐桌旁邊的鞋櫃 因為這裡也是一個曲尺的櫃 其實有很大的桌面 可以給屋主 擺放一些他喜歡的收藏品 擺設 但是如果擺放在一個 可能是綠色的 用同一個色系的木皮去製造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那麼突出到它的收藏品 所以我們就想它比較耐用 而且看下去擺放收藏品的時候 也比較突出它的擺設 所以就用了一個隕石去做個檯面 法式設計可能給人隆重的感覺 至於簡約清新的設計風格 又是否符合你而言 這個單位本身是一對年輕的 將會結婚的情侶居所 屋主本身很喜歡很簡約的風格 每一個設計風格都是很乾淨的 都是以線條為主 簡單的顏色配搭為主 准心奔夫婦在這間屋裡 共觸改潮 開宗名義 喜歡煮食 和招呼朋友 設計師Walter 同樣要在廚房和飯廳的設計上面做功夫 先聚焦落一張這張長型的餐椅 它既是一張餐椅 同時也是一個儲物櫃 與剛剛介紹的單位一樣 咖啡設計師當令女戶主一開始 所不同的是呈現方法 這裡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見到一個座位 其實是一個斜角的位置 一來為了追齊鑽石廳的角的效果 第二樣東西就是因為 它需要儲物空間 燈在下面其實是整組矮櫃 可以擺放東西 還有一個項目就是 屋主其實都會 時不時請一些朋友來聚餐 如果這個格局的情況下 它的靈活性會高一點點 它不用說 特意在家裡準備很多的摺凳 或者各方面 其實這個座位都可以容納到 四至五個人 基於實用性的考慮 在包括鮑菇店 包括咖啡店的一般餐廳 經常見到的場地 反而就變成單位的視覺焦點之一 場上還有一個假的椅背 我才解釋 這個是為了保護牆身 假的椅背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一來是一個修飾的效果 二來其實比較耐用 不會令牆身有一個選號 在這裡 你看到的形狀 其實追齊到座位的形狀 有一個延伸性的效果 令整件事 座位有兩個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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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餐桌和廠檔 通通用了木色 來營造清新的咖啡館感覺 而這塊窗簾 都是為了修飾單位的瑕疵 本身後面是一直圓積的窗 其實那邊沒有什麼景觀 這個窗簾純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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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不少舊樓都有潛建问题 潛建除了会構成安全风险 同时都会令楼宇外观显得杂乱无章 不过有建筑师反而就得到灵感 在建筑项目中加入相关的设计 我们一起看看 这几栋位于自作同楼群 又冲到横楼群 由于外形藏大 创户终建前一集 数年前在一套合理活科幻电影中 成为怪兽在闹市普通的场地 令这几栋怪兽大厦变得国际知名 科幻电影中的怪兽不时做合体组合 同时也成为这一种为旺角建筑物的实际感 因为其实这个项目在一个旺角这么中心的位置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怎么可以做一个设计出来 跟本地的感觉拉强一点 呈现香港的建筑特色 就是很密集的感觉 和一些重复性比较强的感觉 因为之前可能早二十年三十年 香港是很多旧楼是有些叫做为例潜建的铁龙 或者阳台走出来 那整个感觉就是很错落的 或者我们英文就是很随意的 其实可能以前的旧楼 为什么有些为例建筑呢 其实大家都是想在你的大厦外场 譬如可能二十、三十年前 安个铁龙 让你有多些地方用 第一,当然 另外就是你的景观会更好 可能在露台上你可以下衣 其实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其实都是在做一些类似的东西 它好像阳台一样 虽然我们不是阳台 就是有个角窗一样 它也是一个优化你的景观的手法 只不过当然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 就是用一个合法的途径 旺角区的人都很多 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旧建筑楼 又在这里建筑酒店 为了解决财景问题 Kerry在新改靑酒店房间的座下 再配合了脚窗的设计 尽量做到增加空间 以及开拓视野的效果 旺角的街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旺角可能是一个比较绸密的地方 肯定是 所以街不是一条很阔的街 所以我们想令到每间房 有一个比较开洋一点的景观 所以我们的房的座向有少许扭 然后对着洗衣街和亚加老街的交界 Cona Window其实就是一个角窗 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块玻璃碰起来 站在室内的话就会有一个开洋的景观 房间里面做了角窗 是就是很开洋了 但就会容易看到它的隔离房 怎么办呢 建筑师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实色的瓷板 去提高私引导 因为扭完之后每间房间 它们就不是一个完全平排的关系 可能有一个内角大家会有少少互望 所以我们也都在这个互望的条件下 做了一些设计的心思 比如在内角 A房和B房大家拍在一起的 A房可能会有一点不透明的 令到隔离B房看不通过来的 这一道窗就这样看下去 会以为它是瓷板 但实际上它其实是有了黑色或白色 像白色的玻璃 除此之外部分房间用上灰玻璃 在房间看出去 景观都不会受到影响 即使在隔离的房间前方看过来 看到的也只是黑色的影片 不过为了安全 酒店人都有贴出告示 去提醒住客 晚上要把窗帘拉上会比较好 酒店房间的落地不同的颜色 配搭方面建筑是希望 最大的窗户有幼稚 乱中有罪的感觉 它看下去有点像乱细的感觉 但背后其实我们有一个系统 来控制这件事 为什么需要这个系统呢 因为我想我们要顾及施工 施工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控制 就是减低它施工出错的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所谓外形 看下去的凌乱 其实是一个四层高的单元 我们其实每四层 就是一个重复 每四层重复一次 就做到一个好像有少计划 有少计划的感觉 但其实背后我们是有一个系统 控制这件事 将对比较最大的黑白两色 亦利用 来远看更做出一种 特别的像素化效果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pattern 就是在建筑设计上 如果再说细致一点 可能是一个pixelated的设计 就是一些像素化的概念 就是一点一点的手法 主要为什么用黑白呢 其实因为黑白 它拉到对比最远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 那个曲画就会呈现 一粒一粒的感觉出来 像素化pixelization 是进食其中一种 最流行的设计概念 很多时候都应用在画作上面 而Kerry就将是用力 将它应用在设计上 让教练一个商场 也是出自他的手臂 同样运用到像素化概念 一般建筑项目的底部群楼 都会给予两层的建筑 都会负责 今次Kerry在酒店项目 就宁愿将它们做同一 减低蛋糕楼的味道之外 他还加入了一幅绿化墙 香港很多建筑物 塔楼是塔楼 群楼是群楼 它们是分开的 但在这个项目 我们想塔楼的窗带到来的群楼 令到群楼和塔楼一体性强些 再加上在这么密集的地方 我们想改善街道的空间 我们在群楼上摆的一个室外的陆墙 这个项目就像香港大部分 很多其他项目一样 就是地盘面积不会太大 在这个不会太大的前提下 就是看下如何可以善用周围的景观 或者空间 做到一个特色比较强的建筑设计 我们在这个建筑物 用了几点 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Green Wall 就是改善到街道的环境 另一个特色在哪里 Kerry说要亲自邀出平台片看看 Kerry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这个平台 看到很多旧楼 会否和你这个建筑格格不入 其实一开始我们设计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旺角这么密集的环境 我们是有意想把旁边的旧楼 作为我们的背景 我想这个旧楼也很配合我们的主题 它也是一个可以表现到 香港本土一面的街景 尤其是对于在这里的住客 可能很多都是游客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它看到或者认识到香港 一个有些旧区的密集的城市面貌 现在很多建筑设计 不说放一些艺术品、花瓶、雕塑 我们觉得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环境 就是一个很好的展品 就是展示到香港的一面 这个也是我们和建筑本身的主题 是很吻合的一件事 市区有大量堂堂 以及旧建筑等待重建 要在环境中心建筑建筑项目 只要解决建筑项目 它可以为建筑业外建筑社区 甚至是社区打造出一个有活力 有带有趣味的风景 不少人都会在家家 放几盆花草 但是这一棵在灯上 又终于时刻一起见 混合了一个green的元素 其实灯具上面 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植物 而放植物的地方 亦会有一支灯可以高显 有一支spotlight 可以高显着这棵植物 好像融入了种花 加了一个灯具 可以充分性 除了照顾到身内照明 盆栽都要有灯光照射 它会有一个叫spotlight 这个会集中一点 因为其实它两个头 就是做一般照明 它有两个波发光 那个就是做一般照明 而这个spot头 纯粹是为高显的植物 所以火数就很小 而且比较集中光 就是照着植物 这样就可以营造到一个气氛 如果大家在设计家中 遇到什么疑难 又或者有好的作品想介绍 也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